在国际化的时代 拥有出色的语言能力 能让我们在寻找工作 或是与外国人沟通时 有更好的表现 还能在跨国公司取得工作机会 因此除了学校的基础教育外 许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 可以赢在起跑点 在双语的环境下成长 自然而然地学会美语 坊间这么多专门教美语的补习班 这么多的学生 当然需要大量专业的美语人才 除了考到专业的证照外 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加州美语补习班的 美语教务主任林达老师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坊间的补习班 他们标榜着全程外师授课 或是标榜用美国小学的教科书 或者是从小学阶段 就开始在上全名检的课程 也就是说现在的趋势是 孩子从很小就开始在学美语 那连锁体系的补习班 就是针对这样子的趋势 提供业者完整的课程规划 私讯甚至是行销广告 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生意比较好 家长口耳相传的 几乎都是大品牌 连锁体系的美语补习班 所以对于这个产业来说 我们相当需要专业的美语教育人才 哈喽 我是加州美语的老师 艾琳 我从事美语教学已经有15年了 基本上美语工作有分两大部分 教务与教学 如果说教学是主轴的话 那教务则是课前的准备和课后的作业 以贝克来说 我需要安排当日的课程流程 然后设计课程内容 以及准备教具 这部分是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老师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必须清楚地呈现当日的课程内容 即使在简单的单字或者是句子 也要将课程丰富化 让孩子能在课程中一再一再地练习 像初学的发音班的孩子 甚至小小孩的部分 我们会应到每个字的发音 母音的规则 而且我们会设计一些活动 让孩子游戏 引起他们的学习的兴趣 甚至在会适时地给一些奖励 或是点数 让孩子有动力学习 至于音简班 我们着重在文法的运用 阅读的理解 基本上这个年纪的小孩 我们都要了解一下 他们的脑袋在想什么 而老师的个人魅力 经常会影响孩子的去留 另外与外师的搭配授课 也是备课其中缓解之一 以我们补习班来说 每堂的每语课 外师只占了三分之一 所以时间非常珍贵 所以我们更重视 这三分之一的课程规划 针对这一部分 我们甚至会定期开会 讨论如何将口语的部分 交由外师来发挥 在课程受课中呢 就是老师展现魅力的时候啦 而孩子的反应更能让你知道 你的课程设计是否成功 进而你可以调整自己的课程设计 而在课程中呢 老师也要注意每个孩子的学习状况 如果有孩子比较落后的话 那我们就要给予协助跟辅导 从世美语教学五年多 持续做下去的原因 不反过就是喜欢小朋友 对小朋友担心 曾经遇过一个蛮过动的一个小朋友 他在上课教学的时候 容易情绪不稳 跟他讲过 他当他情绪不稳的时候 可以举手告知老师 那曾经有一次 他在玩游戏的时候 非常愤怒之下 然后他举手告诉我 他要到后面去做情绪的冷静 曾经遇过家长 对于我们的全美语的教学 非常的坚持 尤其在文法那一块 他会希望我们用中文去做解释 那几次沟通之下 家长能够接受 以及他小朋友的教学成效 学习成效能够让他看到 那他也就比较放心 跟教给我们 在跟学生沟通之下 他获得自我情绪管理的方法 跟家长沟通之下 家长认同了我们的教学方式 这两个所获得的成就感 也是我持续做这行业的原因 要成为一个美语老师 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是特质呢 那第一个条件当然是美语要好 如果能够有美语的相关证照 当然能够为自己的履历提供加分的效果 再来就是要有爱心跟耐性 因为美语老师常要付出额外的时间 帮孩子加强辅导补课等等 其次就是良好的沟通能力 我常跟我们的美语老师说 你们那么认真地在上课 而且还花了额外的时间帮孩子辅导加强 可是这些东西的家长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要借着访谈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这样才能够得到家长的肯定与支持 理教业是良心事业 但也是一个可以获得成就感的工作 欢迎对美语教学有热忱的年轻人加入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